如果要形容柯文哲 他就是一隻水母 水母就是沒有心 沒有腦 他的嘴巴跟肛門是同一個出口 這是柯文哲的人 一種是不爽的人 哪有什麼不爽 賭爛的 對藍的對綠的都不爽的 反正他就覺得你們都兩個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起家的話 藍綠都是垃圾 沒有想到說白現在也是 新家的一個垃圾 越來越大把的垃圾 另外一種不爽就是艷士族 我們講藍清的躺平族 或者是講路舍 另外一種是爽的 那在爽什麼 年輕人他覺得這很好玩 那更可怕的一種就是親中主 丁小召這位大內高手 現在在做的事情 除了鉛制你們這些想造反的 想有惡心的之外 我現在就是在逼反你這個老二 郭台銘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變成一個做假民調的人 做不守關公的信約的人 然後還說謊 自己答應當部分區第一名 當立法院長的 既然你是不忠不義不誠不信 你該死